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介绍理财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会比较理财跟工作的差别 再来我们会帮同学整理出 人生当中理财的几个阶段性的目标 那当然我们会教同学 从什么都不会的话 要一开始如何去学习理财 那在理财的过程当中 因为数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跟同学复习 并且讲解几个重要的数学概念 这些数学概念是之后 同学在计算更深一步的 这个理财的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 那我们会举几个题目 举几个例子 让同学了解数学在理财当中 它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为什么我们要把数学学好 那在理财的话会比较容易成功 那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几个部分 首先同学应该都听过这句话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那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 但是它其实带有几分的真实性 通常我们总会觉得自己赚钱 赚钱嘛 够就好用 那够就可以了 维持自己的生活基本开销就好 但是实际上 总会遇到一些意外的突发状况 所以理财不仅是帮助我们 去面对这些突发的状况 而且可以更进一步的 让我们去实现财务上的自由 所以我们要探讨一下到底什么才叫做理财 那说穿了理财呢 它其实就是用钱来赚钱 这跟工作不太一样 工作的时候我们是靠着努力 靠着劳力来赚钱 但是理财你根本的就是 可能要先留一笔钱 再用这笔钱来为你赚到更多的财富 那么有些人会把理财跟投资 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 其实这也不对 投资只是理财的其中一种方法 所谓理财就是管理你的财务 而且是有条理 有脉络的去整理去规划 所以投资只不过是理财的手段 当中的其中一种 理财不一定要投资 理财也可以去比如说买保险 或者是做你的储蓄规划 不一定是要投资 那因此不要听到说 理财这两个字就想说 啊老师你这门客人是不是又要教我们去买股票了 我现在高中生 我好像不太适合去买股票这件事情吧 No 这是不对的 我们等一下就会发现 理财其实是一件高中生也可以懂的事情 就像我们上一次所讲过的记账 还有收支一样 同学们都知道在高中阶段 记账收支用你自己的Excel表 去整理出你自己的预算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大人们的专利 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这一节课 也要试着向各位同学 也就是还是高中生的你们 谈谈理财的重要性 那或许同学之后呢 就可以比较有规划 而且会变成未来的这个理财的专家 我们先来看看理财跟工作的差别 这张表是理财跟工作的比较 工作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有专业 同学们大学会选择某一个科系去念 不管你是念文科也好 理科也好 数学系 资工系 外文系 你总会有你的专业 靠着你的专业去担任某一定的一位职务 或者特定的职务 一位人员 这个叫做工作 但是理财就不一样了 理财必须要先有钱 而不是专业 所以理财跟工作 它其实有一点点的先后的顺序性 我们必须要先有专业 学有专精 所以同学现在认真念书 之后到大学 去学更深的东西 毕业之后你有了工作 有了工作 你会赚到一些钱 用你赚到的这些钱 来帮你赚更多的钱 这个动作才叫做理财 所以理财跟工作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那从刚才的说明 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 工作是一种职业 但理财不是 理财是兴趣 我们很少人会说 我的职业是职业理财师 虽然确实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但是我们更期待的是 理财这个动作 是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具备的素养 换句话说 我们希望上过这门课之后 每个同学都可以对自己的理财方案 有一点认识 而不需要透过特定或者是专业的理财分析师 那他可能是你的习惯 或者是你的兴趣 可以透过空闲的时间来培养 工作 我们通常开始于成年之后 结束在你退休的时候 所以同学大概都是在24、5岁左右 你会开始工作 从一开始打工 到后来的正职 那结束在你大概六十几岁退休的时候 所以他有一个明确的投尾 那理财呢 则是终生都可以进行的 不管你是学生 还是你在工作 不管你有没有小孩 不管你有没有结婚 甚至不管你退休与否 其实我们随时随地 都可以利用空闲的时间 为自己的财富来规划 那工作的时候 我们用能力跟努力赚钱 理财就像老师刚才所说的 我们是用钱来创造更多的财富 所以工作会有定量的收入 你每个月工作 那个月薪是固定的 通常是固定的 而且每一个月领薪水 领的这个频率周期 它也是固定的 可是理财就不太一样了 不管你是买股票 投资基金 或者是买保险 或者是外汇等等的各种方式 你的收入不一定是一个定量的收入 而且也不一定是有定时的这个现象 换句话说 它可能非常的弹性 那所以同学们会发现 工作对你来讲 会比较受限于他人 你必须要看你老板的脸色 看你老板愿意帮你加多少钱 加多少薪水 那么理财的话呢 其实就是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你自己赚了钱以后 自己可以去选择跟评估 对我来讲 我是比较愿意挑战 还是比较保守 对我来讲 钱放在银行 让他慢慢升利息比较好 还是拿去买股票比较好 还是拿去买基金 拿去买其他的东西比较好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工作的收入 大部分是为了支应我们生活的必须 还有固定的支出 你家里的食衣住行娱乐啊 要养活全家啊 或者要让自己衣食无缺 但是如果你希望有额外的一笔钱 可以让你拿来临时运用 譬如你要出国念书 或者是要做其他 长期短期内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 那么你可能就要透过理财 所以他可以得到额外的花费 而且他是比较可以用来做弹性的支出 我们来看看在人的一生当中 我们理财到底是为了哪些阶段性的目标 首先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你一出生懂事之后到成年前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为自己存下消费的基金 虽然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 这句话同学们都听过 我们会希望自己在念书的时候 不要因为钱的问题而中断自己的学业 或者让自己影响自己读书的品质 因此我们会希望自己在念书的时候 有手边有多一点的余额余裕 可以让我们自己买一些文具 书籍或者是甚至是生活必须的 同学之后在大学过宿舍的生活 你就会发现对于这个金钱的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工作之前我们去进行理财 其实是为了你生活必须的开销 因为在这个阶段同学通常没有大量的收入 但是你可能会有大量的支出 所以如果能有多一点的金额可以运用的话 会是比较好的事情 那同学成年之后到你开始工作之前 你这一段时间所存的钱 就是同学未来的理财基金 大概从你大学毕业22岁 到你有职业可能26、27岁 这之间大约4到5年的时间 我们会建立同学 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 尽可能的为自己先存下一点 基本的理财基金 除了你生活必须之外 之后你可以用这一笔金额 来为自己的未来进行投资 那从同学开始工作到结婚之前 我们当然就是筹备你的结婚基金 结婚之后到有小孩之前 那我们可能要想一下 你的小孩是需要养育的 爸妈从小把你养到大 同学有想过爸妈把你养到大 需要花多少钱吗 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之后会带着同学计算 老师现在先卖个关子 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必须要 要储备同学的小朋友的养育基金 那么从有子女到小朋友成年之前 子女的教育基金这个更重要 如果你的小孩以后跟你说 爸爸我想要到美国念研究所 这个时候你会希望自己其实是有办法 帮你的小朋友完成他的梦想的 那么子女成年到退休之后 我们就是为自己储备退休的基金 那退休之后当然就是养老基金 所以同学们可以发现 在这个表当中每一个阶段就是 他的目标就是为了储备下一个阶段 你所可能遭遇到的 不管是意料之中的或者意料之外的 可能的那些大量的金额 那这些东西就是由理财来为自己 慢慢的一点一点累积下来 虽然说如果不理财 我也可以单纯透过我的工作 透过我自己的薪水 来慢慢的朝这个目标迈进 但是速度上或者是达成度上 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差别 所以我要再次强调 同学们看到这张表 我们这门课并不是要请每一位同学 都去投资都去理财 但是我们要带给同学正确的观念 让你知道理财为什么是必要的 以及会理财的人 他会比不理财的人多出什么样的好处 那么我们再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为什么要理财 这里给了消极跟积极两方面的意义 同学可以看看 消极上来讲 理财就是为了预备急难所需 并且减轻未来的负担 刚才讲到同学可能突然要出国念书 或者出国工作 虽然出国工作理论上可以赚到不少钱 但是你出国本身就要先花更多的钱 所以这个时候你手头边需要有足够的金额来支应他 再来当同学的身体 未来有一天老了之后身体出状况 要开刀 而且健保没有给付 可能要住院的费用等等 那这些都会是一笔额外的开销 或者家庭遭逢了一些意外 比如说我们很难预测的一些天灾 火灾水灾等等 那虽然这只是少数 但是它毕竟有发生的风险 所以预备起来 那当然就会为自己增添一份筹码 在积极方面的意义就是 我们可以增加额外的收入 并且实现财务自由 我们常听到有人说 会理财的人 他没有办法改变薪水 但是他可以改变收入 在工作的时候 你能领到多少钱 每一年可以得到多少的加薪 这通常是固定的 或者是我们可以预期的 它那个范围不会误差太大 但是会理财的人 他可以把他得到的这些薪水 拿去加以投资 或者是储蓄 用在适当的地方 让他的薪水看起来 其实是变多的 所以这额外的收入 其实是来自他的理财 而不是来自他的工作 那也因为如此 理财其实是一个减少抱怨 寻找方法不错的手段 通常会理财的人 比较不会特别去抱怨 抱怨他职场上受到的一些困难 抱怨他的薪水不够高 待遇不够好 因为他自己会想办法 去找到一些方法 增加自己的收入 也正因为如此 所以会理财的人 比较有办法去实现 过去哪里达成的理想 特别是你需要花了一笔钱 才有办法去达成的这些理想 那么对于一个新手来讲 我们是高中生 还没有这样的经验 连收入都还没有 要如何学习理财 其实就像上一节课 所讲的记账一样 同学们现在应该 慢慢的会养成记账的习惯 所以我们可以从生活中 去实践节流 那还记得老师在上一堂课所讲的吗 我们理财的四个步骤 一开始是记账 接下来编列预算 编列预算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可以慢慢的储蓄 等你有钱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投资 所以同学不要急着 在现在这个阶段就去投资 一方面你没有多少钱 那你投资能赚到的 花了大把时间 你可能也赚不到多少钱 但是我们现在要先了解 这个四个步骤 它依序是什么 以及每一个步骤它的重要性 而且同学们虽然现在 我们没有办法投资 可是我们可以学一些 跟投资有关的想法 或者是观念 这可以让同学 未来在大学 或者是工作之后 可以带着这样的想法 带着观念去执行它 所以我们会建议同学 以低风险的理财工具 作为入门 哪些理财工具算是低风险的呢 其实举个例子来讲 你把你的零用钱压税钱 存在银行 存在邮局 存在银行这件事情 它就是理财的一种工具 或者是一种手段 而这是一个风险 比较低的理财手段 风险比较低是因为 通常我们很少听到邮局或银行会倒闭 你每个月的这个零用钱的利息 也都会如期的进到你的账户里面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现在利率非常的低 所以我们如果透过这个方法来存钱 基本上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但是短期内 大概也没有办法赚到太多的钱 这就算是风险比较低的 那同学可能问说 老师有没有风险比较高的 有 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买股票 基金保险等等 那些风险可能都稍微高 至于哪些比较高哪些比较低 这个我们留待后面的课程再来说明 但是这边先给同学一个基本的概念 就是我们第一次在理财的时候 一开始建议同学以低风险的理财工具作为入门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要以小额作为尝试 不要把鸡蛋全部都丢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那么一开始新手在学习理财的时候 可以遵循这几个步骤 首先我们先订定目标 通常我们理财会有一个目标 而这个目标很可能是很具体的 譬如说我希望在三年之内存到五十万 那这个三年五十万是不包含你的工作薪资的 你的薪水归薪水那是另外一部分 我们现在讲的三年五十万指的是 同学们或者你以后工作的时候 你要想办法利用你的薪水 在这三年内创造出五十万的额外收入 这样才叫做理财的目标 而不是叫你三年找个可以收入五十万的工作 那不太一样 那么订定目标一定要合理 老师刚才讲的三年五十万 或许有些同学觉得多 有些同学觉得非常的容易 那不管怎样 你自己要根据你自己的财务状况去做评估 接下来当你订定目标之后 你就要想想自己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 有些人非常的乐观 就算他的钱全部赔光了 他还会觉得明天还是很美好的 我再赚就有 再赚再继续投资 再继续理财 还是可以过每一天 有些同学可能悲观一点 因为我们想说损失了不少钱 自己会觉得一直走不出那个阴影 会觉得自己怎么那么不小心 或者怎么那么大意 那这样的同学或者这样的人 我们在选择理财的这个风险承担上 可能就要选择风险比较低 因为我们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忍受那样的挫折 那根据你自己的风险承担的程度 我们可以选择并且使用这个理财的工具 选定了工具之后 最重要的是要定期检视他的成效 如果你的理财没有定定目标 而且定了这个目标 或者定了目标之后 你没有定期去检视的话 那么很容易就发生 你一直把钱丢到水坑里面去的这个问题 或者是你有在理财 可是其实你的理财只有你自己认为是在理财 在别人的眼中 根本就只是这个漫无目的的散户的投资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定期检视成效 比如说每半年或者每一年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来看看这半年这一年来 你累积的成果是什么 累积了多少成果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谈谈 数学与理财 数学在理财中扮演了相当关键 而且不可或缺的角色 那我们当然都知道 如果你的数学好 那么对你未来理财的这个规划 会很有帮助 但是数学不好也不见得不能理财 讲得更清楚一点 在高中的数学课程里面 我们学过好多个不同的单元 什么多项式 三角函数等等 这每一个数学的单元 有些跟理财有比较直接的相关 有一些则是没什么关联性 这边列出了几个 跟理财比较相关的数学单元 第一个是数列与集数 同学们还记得吗 我们在数列集数这个单元里面 学过集数核 怎么去计算一个有现象集数的核 以及怎么去计算单力跟负力 如果你现在已经忘记 我们要怎么算集数核 怎么算单负力的话 不用担心 我们后面会有例题 来说明讲解给同学听 除了数列跟集数之外 同学也学过指数跟对数 那我们都知道 对数的发明 是为了要简化计算 让我们可以把指数的乘法 用加减法来表示 所以我们在理财 处理这种大量金额的时候 在计算好几期的利率的时候 无可避免的 一定会常常使用到指数跟对数 因此你如果很关心你自己的财务状况的话 那么你的指数跟对数这边 一定要认真的学 这样在计算的时候 才会脑筋比较清楚 高中阶段 我们也有学过几率 几率里面又分成古典几率 跟其他一些现代几率 那么几率里面 我们有提到条件几率、独立事件 还有期望值等等 这当中尤其是期望值的观念 对于理财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经常是有赚有赔 而且赚或赔的几率 有时候是可以评估可以计算的 那有了几率 就一定会有期望值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每一件事情 每一种风险发生的几率 来评估我们做这样的投资 最后期望可以得到多少的回报 因此期望值这个单元 对同学理财来讲 非常非常的重要 最后在高中阶段 我们有学过基础的统计 这当中我们学到了成长域的表示法 学到了几何平均数 算数平均数 甚至还有算几不等次 那也学到了标准差 跟一维和二维的数据分析 这所有的统计知识 或者统计方法 是让同学长期 检视自己的这个理财的规划 或者是预算 看看有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数学上的迷思 统计上其实是有很多迷思 会让我们陷入那个 其实是错误的思考模式里面 那我们在后面也会举几个例子 让同学明白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情况发生 接下来我们用几个数学上的例题 来让同学了解数学概念 在理财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第一个例题 它的题目叫做调心的假象 那同学请看一下这个题目上的描述 霸丸去饮料店上班 月薪是三万块 在月底发薪之前 老板跟霸丸说 不好意思很抱歉 我最近手头比较紧 所以如果我这个月先委屈你一下 先把你减薪百分之三十 下个月再帮你加薪百分之三十 那你可以体谅我们一下 帮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吗 先减薪三十趴 再加薪三十趴 如果你是霸丸 你会答应老板的请求吗 同学们思考看看这个问题 然后老师换一个方式 如果今天老板是跟你说 那先加薪三十趴 再减薪三十趴呢 那你会同意吗 你觉得两种方式会一样 还是不一样 还有你会不会同意老板的这个请求 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背后真正的意义 同学们刚才在讨论过程中 很有可能有想到这个地方 败完的薪水是三万块 当他被老板减薪三十趴的时候 这个月他只会拿到三万乘以0.7 也就是两万一千元的薪水 下个月加薪三十趴的时候 我们会拿到两万一千再乘上1.3 也就是27300 两万七千三百元的薪水 同学们从这当中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调薪他的基准 是根据上一个月的薪水来决定 而不是根据你最开始的薪水来决定 就好比我们在银行里面存钱一样 你这个月的利息一定是根据 你目前户头里面的所有存款来决定 不是根据你一开始开户的时候 到底存了多少钱来决定 所以假如报完接受了老板的要求 那么他这一个月被减薪三十趴 会拿到两万一千元的薪水 下个月加薪三十趴 拿到两万七千三百元的薪水 不但这两个月拿的比较少 而且从下个月开始 他就永远拿不到他原本三万块的薪水 那如果是颠倒过来 先加薪三十趴再减薪三十趴呢 我们用数学的原理来看看 假设报完原本的薪水是A 那么他被减薪三十趴 就是把A乘上十分之七 再加薪三十趴 就是再乘上一个十分之十三 所以我们会发现 经过两个月后 报完的薪水会变成A乘上十分之七 再乘上十分之十三 那这个结果 会跟你先乘以十分之十三 再乘以十分之七 是一样的 都是变成百分之九十一倍的A 换句话说 因为乘法具有交换率 先乘A再乘B 跟先乘B再乘A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把原本的本金 拿去乘以十分之七 再乘以十分之十三 跟颠倒过来 先加薪三十趴再减薪三十趴 它的结果会一样 而且罢完最后的薪水 都会变成原本的百分之九十一 也就是27300元 各位同学 从这个例子当中就可以看到 当然 你们现在如果是罢完的话 你一定不会答应老板这样的请求 但是在这个例子当中 老板的请求是 我先加薪三十趴再减薪三十趴 如果是其他数字呢 十趴或二十趴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表格 这边帮同学整理出了 正负十趴 二十趴 三十趴 四十趴 以及五十趴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的调薪方式 以及相对应的调薪结果 如果是先加十趴再减十趴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知道 加减的那个先后顺序 调换其实是不会变的 所以如果你原本的薪水是A 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个A乘上 十分之十一 再乘上十分之九 也就是百分之九九A的这个薪水 那如果是先加二十趴 再减二十趴 就会得到一个百分之九十六A 这样的结果 同学我们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情 当你变动的幅度越大 先加三十趴 再减薪三十趴 最后剩百分之九十一 先加四十趴 再减薪四十趴 最后剩原本的百分之八十四 先加五十趴 再减掉五十趴 最后剩原本的百分之七十五 也就是四分之三 你会发现很多钱都跑到老板的口袋里面去了 所以像这样的请求 无论它是先加后减 还是先减后加 无论它是十趴 还是二十趴 还是三十趴 几趴 同学们 应该都不能答应 如果你答应的话 就会发生像表中所写的这件事情 会有不明的薪水 可能就蒸发了无形中 就会损失掉一些钱 我们从这个例子 可以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理财的过程中 我们去算你薪水的得失 或者是你算人口的成长 或者是你去算投资的这个赚钱 或者是赔钱 其实我们不能用平均的概念去算 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例子 其实它背后的原理是几何平均数 我们如果把这个几何平均数 当作算数平均数来看待的话 就会得到很奇怪的结果 比如说台北市 目前有275万人口 假设明年的人口增加5% 后年的人口减少5% 那么其实经过两年后 台北市的人口跟现在并不会一样 但同学如果把加5%跟减5% 想像成是互相抵消 那么你会觉得应该是一样 但是我们透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 不管你是加薪几%再减薪几% 这个是不会一样的 换句话说 这个例子要教大家的就是 同学们要晓得 什么时候你可以用算数平均数 什么时候你该用几何平均数 那么它的关键就是 只要我们谈到率 不管是成长率 调薪的比率 经济成长率 人口增加率 那么这个部分 同学就一定要使用几何平均数 也就是相成的这种情况 来看最终的结果 而不能只是单纯的透过加减 因为它的结果会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例子同学明白了吗 接下来我们延伸刚才的讨论 来看第二个比较困难一点点的例子 报完到赌场小事伸手 这个接待人员呢 强力推荐他挑战这个月 他们最新的游戏 叫做《机会由你掌握》 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首先你先拿出一笔钱作为赌本 多少钱没有关系 一万块一百万都可以 接着你从一个装有一百颗小球 的不透明袋子当中随便抽出一球 接待人员告诉你 这个袋子里面总共有60颗红球 跟40颗黑球 请注意哦 红球跟黑球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60颗红球 40颗黑球 你每次抽一颗 如果你抽到红球 你就可以获得原本这个赌金的50% 作为报酬 如果你抽到黑球 你就会赔掉你现在赌金的50% 那如此重复的抽球 一颗一颗一直抽 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 每抽出一颗 就算一次你现在的赌本 应该是多少 一直到一百颗球 全部都抽完为止 全部一百颗球都抽完之后 最后剩下的钱 就都是你的 好 同学这样题目应该看得懂 如果你是霸玩 你会玩这个游戏吗 你认为拿出多少钱来投注 会比较合理 对你来讲 这是不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游戏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让同学讨论的这个游戏 它背后的这个数学原理 其实这个游戏呢 是跟我们所学过的指数 和对数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 假设霸玩接受玩的这个游戏 那么 他一开始必须拿出一笔钱 作为赌本 假设这笔钱 是A 刚才说过 一万块也好 一百万也好 只要他抽到红球 你的这个赌金呢 你就会获得赌金的50% 作为奖励 换句话说 你的赌金会变成原本的1.5倍 也就是二分之三倍 如果你抽到黑球 你就会赔掉一半的钱 也就是你现在的钱 会变成原本的二分之一倍 但这里面 红球跟黑球的数量又不一样 如果是各半的话 或许同学会觉得自己好像亏 但是现在红球比较多 你赚钱的次数好像比较多 赔钱的次数呢 比较少只有40次 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玩吗 当我们真的下去玩的时候 会发现 你在玩这个游戏的过程中 很可能你的赌金 最后的赌金是长这个样子 因为一开始的赌本是A 假设你第一颗抽到黑球 那么你的赌金 立刻缩水成原本的一半 因此我们这边做一个乘以二分之一的动作 下一颗 假设抽到红球 那么你会赚得你现在的50% 所以我们做一个乘以二分之三的动作 再下一颗 假设你又抽到了红球 我们就再乘以二分之三 再抽一颗 哇 黑的 再乘以二分之一 再抽一颗 红的 再乘以二分之三 依此类推 所以我们会得到 你最终把一百颗球都抽完之后 会得到这个A乘上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 等等 这个二分之一跟二分之三 随机乱续排列 这样的这个式子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想想了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最后它到底会比A大还是小 那刚才讲过 整个袋子里面 总共有六十颗红球 跟四十颗黑球 所以这里应该有六十个二分之三 和四十个二分之一 也就是根据我们前面讲的 先后顺序没差这一点 同学到最后 应该会是A乘上二分之一的四十次方 再乘上二分之三的六十次方 换句话说 你把这四十个二分之一 跟六十个二分之三 全部乘完之后 它的答案会向最后这里 A再乘上 二的一百次方 分之三的六十次方 那 这一个数字 到底是大于一 还是小于一 我们来思考看看 现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分数 它的分母是二的一百次方 二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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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连续乘一百次 分子是三的六十次方 三乘三乘三乘三 连续乘六十次 请问你觉得分母大 还是分子大 好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必须要用到 同学所学过的对数 我们把分子分母 同样的拿去取以十为底的对数 可以得到 三的六十次方分子 取了对数之后 六十倍的log3 它大约会是六十乘上0.477 因为log3大约是0.4771 那这样乘起来的结果 大概是28.62 这28.62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 三的六十次方 如果换算成以十为底的话 它大约是10的28.62次方 因为我们现在的分母 跟分子 两个数字的底数不一样 分母是以二为底 分子是以三为底 所以你很难直接比较 因此 当我们把两个数字都换成 以十为底的时候 我们就会非常容易比较 经过换算之后 分子 这个三的六十次方 换算出来 它大约是10的28.62次方 那我们来看看分母 分母也一样取对数 100倍的log2 大约是100倍乘上0.3010 也就是30.10 换句话说 它大约会是10的30.10次方 因此同学们可以看到 我们最下面的这个数字 刚才的这个数字 分母是2的100次方 分子是3的60次方 这大约是10的30.14 分之10的28.62次方 像这个样子 根据指数率 两个扣下来 这个数字 大约是10的 1.48次方 我们都知道 一眼就可以看出 都换成以10为底之后 分母比较大 分子比较小 同学 分母比较大 分子比较小 这件事情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数字 应该是小于1 小于1 就代表你会赔钱 大于1你才会赚钱 对不对 那小于1 小到什么程度 这是10的-1.48次方 10的-1.48次方 不管我们是用按计算机 或者用查表 你很快就可以得到 它大约是0.03左右 很惊讶吧 0.03这个数字 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字 换句话说 用百分比来讲 就是3%的意思 不管你原本 拿多少钱去投注 不管你这些 红球黑球如何的抽 先红再黑 还是先黑再红 当你依照 某一种顺序 把60颗红球 跟40颗黑球 全部都抽完之后 你的钱 会变成原来的 0.03倍 也就是只剩下3% 换句话说 如果你原本 拿1万块去玩这个游戏 那不好意思 到最后 大概只能拿着300块回家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是霸玩 应该不会去玩这个游戏 那同学们 在这个例子当中 就可以思考一点 你是一开始就不会玩了 还是等到老师 讲解了这个例题之后 你才决定你不要玩它 我们最后看到0.03这个结果 我当然没有人会去玩它 可是一开始你想想看 它有60颗红球 40颗黑球 红球比较多 所以 这个就是赌场一开始 他们所营造的奖项 让你认为 我好像赚钱的几率比较多 赔钱的几率比较少 反正赚也是赚50% 赔也是赔50% 赚又比赔多20次 何而不为呢 但是这样的心态 会导致我们最后 只拿回原本3%的这个成本 是相当的得不偿失 所以同学们 在面对像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只要我们用手边的工具 用几率 或者是用指对数的这样方式 算 其实很快的就可以估计 你自己大约最后会是赚钱 或者是赔钱的 接下来 让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子 这个例子 是要让同学认识 富利的威力 来 同学我们请看题目 今年年初 霸丸在等差银行中 存入了现金1万元 他的好朋友吉鲁呢 也在等比银行中 存入了现金1万元 两个人都存入现金1万元 而且两间银行的年利率 都是12% 每个月一期 所谓一期的意思就是 每个月计算一次利息 两间银行的计息方式不同 等差银行 它以单利来计息 等比银行以负利计息 那老师这边想要请问 霸丸跟吉鲁这两位 一年之后分别可以从银行 领回多少钱 如果是50年后呢 他们分别可以从银行 领回多少钱 好 那同学们思考看看 我们在刚才的这个例子中 一开始应该要先注意到这句话 每个月计息一次 每个月计息一次 而且年利率是12% 这代表他的每个月的利率 应该是12除以12 也就是1% 其实这样的估算 并不是非常的精确 但是在我们高中的课程 在金融领域 我们会把年利率12% 跟月利率1% 视为是相同的事情去看待 如果同学们脑筋很清楚 其实你会发现 月利率1%每个月算一次 跟年利率12%每年算一次 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有一种会比较多 一种会比较少 但是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在金融领域 会使用微积分里面 提到的一次估计 让这两件事情趋近相等 因为这两件事情 在利率很低的时候 他们确实会非常非常的接近 那因此就会比较好算 那至于老师刚才所讲的 微积分里面的一次估计 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另外去查资料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暂时不讨论它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年利率12% 当作是月利率1%来看待 我们来看看 霸王跟吉鲁会拿回多少钱 首先同学要了解一下 单利跟负利的差别 单利就是每期的利息 只根据你最开始的本金来决定 换句话说 你最起初存多少钱进去 那么利息就决定了 跟你之后 从你的账户里面 领钱或者存钱都没有什么关系 那复利则相反 复利的利息就是根据你前一期的本利盒来决定 所以同学可以想想 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银行邮局 他们用的是单利还是负利 其实同学们很快就可以知道 当然是负利没有人会用单利 如果我们真的用单利在计息的话 那会很可怕 单利大概只有在数学课本里面才会出现 我们如果用单利来计息的话 同学们 开户所必须的条件是至少1000块的钱 以及你的印章 当你拿着1000块去开户的时候 这1000块就决定你未来每个月每年的利息 就是那么多 那这当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目 但是如果是复利的话 随着你每个月的存款逐渐增多 你的利息会越来越高 而且这个月如果有一些花费 比如说我这个月买球鞋花了3000元 下一个月中了彩券存入5000元 这都会影响你那个月的利息 所以复利才是比较贴近 我们生活上实际的状况 那单利跟复利它的本利盒 会长得像这个样子 单利因为根据一开始的本金来决定利息 所以如果一开始的本金是X 利率是R 那N期之后它的本利盒 依照同学所学的 应该会是X乘上E加上N倍的R 这个地方要加上E 是因为你要连你的本金也考虑在内 同学应该不会只拿利息吧 你之后连那个本金还是存在的 那复利的部分 因为同学是要连乘而不是连加 所以每一期它的本利盒 N期之后本利盒就会变成X乘上E加R的N次方 换句话说 你放一期就是一次方 放两期就是二次方 放三期就是三次方 这是因为你每一期都用前一期的本金 当作本利盒当作下一期的本金 所以它会越乘越多 因此同学们可以比较一下单利跟负利 这个N的位置不太一样 一个是用乘数在前面当作倍数 一个是放在指数的这个地方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报丸跟吉鲁 两个人的收入 报丸把钱存在等差银行里面 它是用单利来记息 因为年利率12% 也就是月利率1% 所以一个月后 报丸应该可以领回 1 再乘上1000再加上 这个0.01的一倍 也就是10100这么多的钱 因为它一开始是存1万块进去 所以每一个月 报丸的利息应该是100块 非常的固定 两个月后就拿200块的利息 三个月后就拿300块的利息 四个月后就400块的利息 依此类推 所以一年之后 它就是拿1200块的利息 换句话说 报丸在一年后 它在银行里面的本利盒 应该会来到1万1200元 我们接着对照一下 看吉鲁的情况 在等比银行里面 因为是负利记息 每月算一次 所以一个月之后 1万乘上1加上0.01的一次方 它会跟报丸是一样的 都是10100元这么多的钱 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就会不一样 同学们可以发现 从第二个月开始 吉鲁多了1块钱 第三个月多了3块钱 第四个月10406多了6块钱 第五个月多了10块钱 这样一直下去 一年后12个月 吉鲁这边 会比霸王还要多了68元 它会得到11268元的本利盒 看到这个地方 同学可能会想问老师 你刚才不是说 这个负利的威力是很大的吗 我怎么看它放了1年 差68块 这个68块的差距未免太小了吧 而且这是1年后 看4个月后只差6块 5个月后只差10块 这好像跟我认知的负利不太一样 同学们 如果你这样想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们在存钱的时候 绝对不会用1年当作目标 同学们并不会在1年之后 就把你现在存进去的 这本利盒全部都提领光光 我们都知道 只要你在理财在投资 你所投资的这些金额 它的期数 它的年限 动辄是5年 10年甚至是二三十年以上 你知道为什么需要到二三十年吗 因为过了二三十年 霸王跟吉鲁的财产 就会有明显的差别 我们来看下一张表 刚才1个月到12个月 其实真的看不出什么差别 如果他们1年后就要领钱的话 那我会跟你说 霸王跟吉鲁几乎是一样的 存哪一间银行都没差 但是同学们看看 我们如果把它存个3年 或者存个50年 你还觉得没差吗 这个数据非常惊人 对不对 一年之后 吉鲁的钱是11268元 霸王的钱是11200元 吉鲁多了68块 两年之后 等差这边是乘以24 等比这个地方变成24次方 1.01的24次方是1.2697 换句话说 两年之后 吉鲁它会是12697元 霸王是12400元 吉鲁已经多了快300块了 三年之后 吉鲁已经比霸王多了700多块 那指数在成长是非常快的 如果放10年呢 10年的话 吉鲁的财产是33004元 而霸王的财产依旧拿着它最原始的利息 只有22000元 这时候吉鲁已经比霸王多了1万1000多块了 几乎是它1.5倍的财产 如果吉鲁有耐心 把这笔财产继续再放下一个十年 也就是20年后 太可怕了 对不对 我们会发现 吉鲁的本利盒 它的财产来到108926元 而霸王的财产依旧停留在可怜的34000元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吉鲁的财产已经是霸王的3倍多 30年呢 30年的时候 吉鲁的财产已经来到359000多元 而霸王的财产是可怜的46000元 这个时候已经是8倍以上的差距 如果你很有耐心 把你的钱放个40年50年 到了50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吉鲁的钱 已经逼近400万的大关 而霸王依旧领了7万块的本利盒 同学们 400万大概是7万的几倍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就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当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 同学千万不要短视经历 也不要觉得一两个月一两块钱好像没什么差 投资理财不是让你理一两个月的 我们只有把眼光放长远 才有办法知道 在长期下来 两种不同的方式分别会造成什么样的落差 那么同学从这个表中就可以很明确的发现 霸王跟吉鲁他们的财产在50年后 会有好几十倍的落差 从这个例题当中 我们就见识到 负利其实是非常有违理的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内容 一开始我们教同学理财的意义 比较了理财跟工作的差别 也告诉同学人生的阶段性理财的目标 还有新手学习理财的方法与步骤 那最后呢 我们指出了这个数学上跟理财有关的几个单元 包含这个数列奇数 还有指对数 还有几率 还有统计 同学们如果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理财高手的话 这些部分一定要好好的学习 最后我们也给了同学三个例子 在这三个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的情况 有的时候 事情并不是像我们表面所想象的那样 那我们只要透过手边的工具 简单的加以计算或者是验证 很快的就可以发现 我们一开始的想法 有时候是不对的 所以希望同学们 都可以把你自己所学的知识 运用在自己的理财规划当中 不要受到表面的蒙蔽 那么我们希望今天的课程 对同学都有帮助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